粉丝提问,如果信号值扣完不会淘汰,而是扣血,游戏会怎样? 这么一改确实挺有趣的,我们来聊聊会发生的改变吗? 一,跑毒更不容易挂。 这样一改,最显而易见的改变就是跑毒更不容易挂了, 因为之前只要信号值没了,就直接倒地或者淘汰, 而现在没信号值之后还会扣血,血肯定也够扣很久了, 玩家跑毒会比以前坚持多一倍的时间, 在前两个圈更是不痛不痒了, 到时候不管前后期,跑毒都不用担心了。 二,回血药品的作用更大了, 这样一改,回血药品的作用大大增加了, 因为信号值没了会扣血量,玩家被打也是扣的血量, 到时候回血药品就太关键了, 有回血药品在,玩家就不会轻易挂了, 急救包将会更受欢迎。 三,能量药品不多会故意不加信号值, 正在这样改会有一个现象发生, 那就是如果玩家减的能量药品不多, 而且需要扛很长时间的毒, 那么玩家信号值掉完之后, 就会故意不加信号值, 让毒圈扣血, 血不多了就用回血药品加血, 等到了安全区内, 再用能量药品把信号值加回来, 这样就能省很多能量药品了。 小伙伴们,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哦。